大家好,我是QQ 今天这个影片的话呢 是想要跟大家讨论如何做到代办清单跟专案管理 借由Notion去达成这个目标 那这个影片的话呢 其实是延续之前所讨论到的资料库跟页面的整合 进一步的去讨论说 我可以怎么样去利用这个东西去达成我们每天都要去做的一个 To-Do List的管理还有专案的管理 首先的话呢 今天这个影片的话呢 会分主要四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的话呢 我们是需要先制定每日代办清单的一个资料库 再来的话呢 我们会去制作专案的资料库 接着我们会把资料库的代办清单的资料库 跟专案的资料库做联动 也就是说我今天有一个专案在那边 那我需要很多个工作呢 去支持我这个专案的话 我借由联动的方式 就譬如说我今天要学五道菜的话呢 我可以借由五个小工作呢 去做联动 然后这样子的话去达成一步一步达成我们所需要的一个专案管理 那再来的话呢 就会简单的去做 我如果想要让我这个代办清单变得更丰富的话 我想要让我这个专案资料库变得更丰富的话 我可以怎么样去做延伸 那接下来的话呢会直接到Notion这个画面去跟大家去做示范 首先呢先跟大家讲一下我大概可能想要的规划 我想要的规划呢是我这边要有一个database呢 我会去描述这个database就是我的每日清单 我会希望我这边是讲我的每日代办清单 它会 我代办清单呢 我希望这个代办清单它会跟我的专案做一个联动 那也就是说呢 我这边会先写出我的代办清单呢 然后底下会是我的专案 这边会是我的专案 也就是我希望把这两个去做一个连结 好有了这个概念之后呢我就开始来实际去做操作 就是会先建议说先想一下你想要怎么样做到 再去实际上呢去做设计 那我现在呢就是我一样 我需要一个database去记录说我每天的to-do list 那记得一样跟刚刚有提 概念就是要选inline 要不然的话就是会充满整个fullpage 所以inline之后呢 我就是这边可以讲说我的每日清单 那我每日代办清单呢 我就可以想说 假设我今天的主题好了 这边一样去建造说我希望的专案 所以我希望的专案的话呢 我这边选择创造一个专案list 那我今天我最想要做的专案就是 假设今年看十本书 也就是说新年看十本书这个东西就是我今年想要做的专案 那原子习惯是其中一本 好那我今天这边就打说 看原子习惯 这是我今天想做的事情 那今天这边的话呢 我就可以开始去做把这个page做一步一步的设计 也就是第一个重要的东西就是说 我希望在哪个时间去做执行这个to do list 所以在这边可以发行执行时间 所以说看原子习惯 假设看30页好了 这是我的一个小小的进度 那这小小的进度的话呢 我希望什么时候执行呢 我希望明天执行 那明天执行的话呢 就是你可以这边是打各种不同的状态 像是说难易度好了 因为我每个to do list 我希望可以去做说 这个是很简单就可以完整的还是很困难的 然后我可以让我之后再做一个分类 好那我现在讲是就是简单这样子来说好了 我下一个步骤要做就是想办法让这个每日清单呢 跟这个专案做一个联动 我能做的方法呢 就是这边用一个relation的一个property 那relationproperty它就会选择说 你想要跟哪个资料库做一个联动呢 那我这边的to do list 我当然想要做的联动就是我的专案 那我这边就跟专案做一个联动 好专案联动之后呢 那这个东西呢 是我的今年看10本书的一个专案 所以呢 这样子就把这两个东西做连接起来了 那我们回过来看 那你就看到说今年看10本书呢 它这边有一个 有一个其中一个代办清单呢 就是原子习惯要看30页 这个 那我这边可以再抓一个东西就是 去做这个行动完成与否 打完成好 这样子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东西是有没有完成的 这样完成就是这样打勾就可以完成了 那我也可以用filter的概念去说 我今天完成 我只要我今天只想要看到 这个还没有被完成的东西 我只想要看到它没有被check 就是没有被完成的东西我才想看到 那我这边还可以再弄另外一个专案 我可以想说 学习舞蹈 拿手菜 这是我第二个专案 那我这个专案的话呢 我一样 就是比如说 看着食谱学牛肉面 这是我第二个专案 就是第二个明年想做的事情 那我可以把它就是选说 我要这个3月16号才开始做 然后呢 那我这边的话呢 这个就是相关联的专案 我就可以把它 去跟我的 关联专案那我就可以把它跟这个 学习舞蹈 菜去做的关联 在这边就会显现出来了 那一样我这边可以选择说 这个专案急迫性 那如果说 专案急迫性 这边写超重要好了 那你这边以后你就知道说 你可以把它去做一个排序 超重要的东西竟然只有 只有几项的行动去支持它 那你就知道说 我这个行动是 我这个专案很有可能会失败 所以你可以用这个关键去把 整个去规划说 我接下来该怎么样去做细作的内容 当然你这个专案的内容的话 这只是去解释说 我把这两个资料库呢 它们之间去做关联而已 你可以有很多细项要做 像你这边点开这个今年十本书之后呢 这个就可以 就是说十本书的清单 然后你就可以开始去用这个配局里面呢 去做 这十本书它需要哪些 我想看哪几本书 我可以做一个list 一个一个东西去列出来 我想要看哪些书啊 然后我也可以想说 看的十本书的心得 然后我还可以就是 迁入 假设我想要迁入一个影片 关于这本书的 这都是可以实现的 这都是一步一步可以把这个配局做一个丰富 那这不会影响到你 两个database去做彼此之间的一个关联 所以这样就是一个基本的page 跟database的应用 然后我认为这个东西的话呢 可以帮助我们每天去做很好的一个管理 再进一步来说的话呢 好我现在假设这两个database已经联动好了 那我这边所有property 它都还是可以做一个 丰富程度 那假设我这边还想说 简单好了 那你看我都有写出时间嘛 所以我这边呢 可以借用一个方法 我就可以把它变成是calendar 那它就可以视觉化说 你看我就可以用calendar的方式知道说 我这明天要用看原子习惯这本书 那我下个月有什么to do list 我下个月要做这个看似谱学 牛肉面这个东西 那我就可以这样子去做更多更多视觉化 然后让我自己知道我每一天每一步想要做的东西是什么 然后你也可以再更让它更丰富 就是用property这个概念 你这边可以点一个property之后 我希望我在那个形式力上面 我把难易度也可以看出来 然后相关关联也可以看出来 这样我就可以先知道说 我会更清楚 如果当你东西变成很多的时候 你可以知道说哪件东西是比较重要 哪件东西你会想要先做 好 以上就是这个的分享 那我会想 我会把这个分享的这个内容呢 分享在网路上面 那你可以直接就是去下载这个简单的一个范本 然后自己把它做使用 当然如果你在实际的操作上面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或者是你想要再加上什么功能的部分的话呢 你欢迎大家留言跟我说 然后我也会在下个影片跟大家说明 那我们下个影片见咯 谢谢